韩国长腿欧巴照音成音 那年冬天风在吹 没关系 是爱情吧 而人气急升 加上超完美身高和帅气脸蛋 令他瞬间成为风靡亚洲的完美男神 人气高企的他近年把演艺重心放到大荧幕上 由他主演的芯片安世成 将于下月19日在韩国上映 最近他就趁着宣传前的空档 冲控到中国吉林旅游 还因此被不少幸运的粉丝捕惑 就在日前 赵银成跟团旅游的照片 突然在微博上疯传 看到韩流巨星居然现身小镇 而且还是跟团旅游 不少网民和粉丝多大感不可置信 纷纷大喊 现在买照去吉林还来得及吗 从照片中可见 赵银成虽然大打扮超低调 可是一双大长腿和帅气脸庞 完全藏不住 显眼的身高更是令他的巨星身份 直接露线 穿着朴素的赵银成 留着小胡子 头戴低调的鸭舌帽 不仅与同传的成员 穿上一样的灰色 船服背心还是很帅 胸前还乖乖挂注名牌 也太可爱了吧 不过最让粉丝爆笑的 是我们的男神居然 还跟了个老人团在一堆 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当中 身高188公分的他难怪会让人一秒认出 粉丝们看到照片后都纷纷笑翻 留言表示 身高完全藏不住 迎面看到差点没认出来 这是什么操作 竟然开始跟老年团的 X D许多眼尖的粉丝在认出偶像后 都拍了不少认证照 不少姓 孕偶遇男神的民众更表示 赵银成每当发现自己被认出来后 都会露出害羞的笑容 并亲切地跟粉丝打招呼 果然是完美的光明男神 老实说 在看到这集照片的时候 小编的内心是崩溃的 身为赵银成的超级脑残粉 谁会想到男神居然能这么容易被偶遇 感谢观看